自诩为打架狂人 格斗狂人的徐晓东 先后通过自己的言论 四处抨击他自己认为的一些假的中国武术 或中国功夫 当然徐晓东打假于传统武术 确实是可以揭秘一些虚假的 夸大的功夫 但对于总体中国功夫的发展而言 则势必大于力 从日本空手道的改革 可以看到 同样作为传统功夫训练体系的空手道 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训练风格 除了强身舰体外实战搏击的训练成分 仍然不可忽视在T拳擂台与MMA擂台中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空手道的身影 这对于空手道的发展来说 是一件好事 从中国武术演变而来的空手道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为习母功夫的中国武术 很遗憾没有太大的发展了固步自封 闭门造车史的中国武术从近百年以来 脱离了现代搏击的发展散打技术体系的简历 才逐渐弥补了这个缺陷前不久 在一场格斗活动的盛典现场上 MassFight创始人Tonic宣布了一条消息 武松伊龙与徐晓东的比赛已经确定明年将在MassFight 内台上进行比赛 而且很有可能会在昆仑爵APP上进行直播对此 伊龙在其微博上表示了自己对此全然不知的态度 并且表示如果有比赛 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向粉丝去公布画里画外伊龙 似乎在告诉关注这个世界的人 他自己还并不同意 这个事情当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但空学来风的事情 也总是有那么一点蛛丝马迹前些年的时候 徐晓东就开始抨击伊龙比赛造假 并且不断炒作 想要和伊龙打一场比赛的消息遗憾的是 这个挑战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伊龙能够从一个搏击爱好者到船舞练习者 再度跨界到职业踢拳擂台上 已然具备了职业搏击的能力 而徐晓东却遗憾的 只是一个没有擂台经验的爱好者而已 格斗世界报道